大家好,我是乖秀山 这个视频呢,咱们来进入案例3 以中国履业云利股份、生活股份为例 重点让大家更加持观 所谓陷阱式上涨加下跌的一些常见情况 包括了这类风险怎么去规避 好,那么首先咱们再做一个回顾 在前面的课室当中 讲的非常清晰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对应的有一个核心的内容 称之为陷阱式 这个陷阱式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上涨加下跌,下跌加上涨 反转式上涨盘整下跌 下跌盘整上涨 中继式上涨盘整上涨 下跌盘整下跌 那么本节视频的重点对于陷阱式 这个内容上涨加下跌 给出更加直观更加深刻的一种解读 好,那么我们来看 结合当前的个股安利 列头像中国履业 中国履业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属于典型的上涨加下跌 上涨加下跌的话呢 属于陷阱式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 这类风险怎么去规避呢 咱们前面讲过两种视角 什么视角呢 第一 不管是日线级别中枢 还是30分钟级别中枢 只要从一个平台 向上直接 向上走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直接进入主生 近乎翻倍 或者翻一倍两倍三倍 或者近乎翻倍 那么后面的话呢 可以放弃 我相信很多朋友呢 应该是对这个经验 对这样的一个视角 应该是耳濡目染 咱们前面讲的非常非常多的一种经验的视角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种模型 这是用禅论结构的一个维度 这个模型是什么呢 一旦进入主生过之后 后面的剧情无外乎三种 但是大致分两种 一种的话呢 如果说构筑第二个平台 和它同级别同方向 然后再向上走离开段 因为前面这个主生 它的一个空间和幅度比较深 那么后面的话呢 即便打出新高 大概率也是和它有背词的 也是找卖点为主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而且很多时候呢 它完全可以不给你打新高 不给你打新高过 之后的话呢 后面它直接这样的跌下来 甚至出现极低 而高位增浪 高位盘整 它只是一个过渡 最终一定要选择方向 但是呢 如果说前面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大的主生了 即便相当选择方向 它的空间或许有限 就是空间 机会小 空间小 风险大 所以说呢 稳健可放弃 如果激进的话呢 更低的仓位 越往上仓越轻 这是一个经验的视角 那么用 当下咱们近期所学到的 军线系统 用产失的一个维度来讲 怎么去把握 而且呢 真真正正的风险 而且呢 是最 对于一般散户来讲 最容易 被陷进去的 是什么呢 最容易被陷进去的 举个例子 就像中国旅业 这样的个股来讲 好 我们来看 前面 就是后面站的上涨 非常之强劲 在强劲的过程当中 它和前面的 又没有明显的被迟 就是力度来讲的话 和前面是没有被迟的 没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思考一下 大家你们 就是各位猜一猜 有没有人 有没有散户 在这样的节点追进去的 以至于呢 被套到现在的 而且重床有没有呢 答案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呢 这里风险 如果说用均线的视角 怎么去把握呢 一 降低级别 就是对于卖点上面来讲 就是降低级别 用卖点去拨短差 也是呢 更灵敏的军队 第二的话呢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破位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这是做一个补充啊 补充什么呢 一旦经历这样的一个 组生过之后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 难上位了 那么及时的 离场 及时离场 那么这是属于上涨加下 而且什么呢 而且所有的买点 在产失的提议当中 下跌当中找了买点 而不是上涨当中去追 这个下跌的话呢 它分为两类 用均线的系统来讲 它分为两类 一类是什么呢 一类是指 下跌的末端 把握转值 真正一张抄底 这个抄底的话呢 它只是也是有成功上涨 如果说呢 一旦出现增盪 或者是没有出现 下跌上涨的这种走法 其实退出 这是有退出机制的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个方面 上涨中继 上涨中继就是什么 女上位之后的第一文 或者是第一次残绕 所形成的低点 就是一个是把握下跌的末端 开始转折 一个是把握上涨的中继 那么反过来是不一样的 反过来什么呢 那么上涨的末端 找卖点 好 这是以利用背词 找一类卖点 第二的话是属于下跌的中继 例如男商位第一文 或者第一次残绕 男商位第一次第一文 或者第一次残绕 那么对应的话呢 对应了相对的高点 也是找卖点的 这是呢 这是属于下跌中继吗 这个完全是反过来的 好 那么像中国旅业商之类 个股的我们来看 首先呢 用分钟图来去观察的话呢 它在60分钟图线上面来讲 其实是存在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背词的 这个背词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 例如说三掌 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的 这样的一个小的盘整 或者是残绕 再往上 对应的话呢 MSD这样的一个面积来讲 明显在缩短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60分钟顶背离的 好 你要是用30分钟来去看 的话呢 它也是非常之明显 在这个位置 它呈现非常明显的30分钟顶背离 好 所以说呢 一个是降级别去应对 第二呢 不要在疯狂上涨过当中去追高 一个是降级别把握卖点 把握卖点是后面的一旦出现 尤其是这种祖声的阶段 就是已经从祖声进入到南上位 那么这是一个要原则性立场的 那么还有一点什么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利用稳 对于 对于稳的深层次理解 就是呢 飞稳 存稳 失稳 它是对于圆趋势的一种抵抗程度 那么呢 如果说上涨过程当中 经济是出现飞稳 或者是或者是存稳 代表圆趋势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呢 对于圆趋势的抵抗力度并不强 一旦出现失稳的话呢 就要高度小心 或者是紧保持警惕 那么同样的 在下跌当中 它甚至连沉稳 就连存稳都没有发生的时候 根本就不值得去把握 而且的话呢 一定要告别一种思维模式 什么思维模式呢 然后呢 因为错过了相应的某一个节点 以至于什么呢 内心存在侥幸或者是期盼 希望呢 市场能够返回到原来的某一个价格 自己在卖 反弹到某一个价格在卖 这种思想的话呢 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人 那么大家听这个 听到这个地方 自己回想一下 是不是这么回事 本来呢 自己想卖了 结果呢 当时或者是有事情错过了 或者是犹豫了一下 或者是侥幸了一下 没有卖掉 滴下来了 滴下来之后 内心有一个纠结 或者是有一个 思维层面的 或者是心理层面的 哎呀 只要说回到什么价格 我在卖 回到什么价格在卖 结果呢 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给你 跌了不休 好 那么而且呢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对应了咱们前面 就是在这个视频上 讲的两个不同的一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什么呢 用经验的角度来讲 任何平台 向上直接 尤其是几度上涨 直接进入主声过之后 或者翻一倍之后 那么后面的话呢 稳健的角度来讲 从经验的视角来讲 可以放弃 这是一个稳健的视角 激进的话呢 又往上长一遍轻 这是前面经验的 讲到过的内容 那么结合 军厌的系统来看的话呢 那么尤其是像这种 上强上涨 上涨的话和前面 有没有明显的背词关系 怎么办呢 降低级别 用60分钟或者30分钟 卖点要把握更加敏感 更加灵活 更加国感 好 后面进入南商位之后的话呢 那么一旦 处于有多头到空头的一个转变 有多头到空头的一个转变的话呢 那么在这种基点 利用稳的一个关系 什么呢 通常南商位之后的第一稳 它大概率是中继 不太容易发生转折 这是产诗的原文当中的一个表达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如果说连稳都没有形成 就连非稳 纯纯都没有形成 还是沿着五军线下跌的 五军和十军还是属于这样的空头排列的 怎么办呢 你最起码不能在这样的行情 在这样的组织当中 过早的去抄底吧 你不能过 就是买点 就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 按照一定的方法 讲到此处的话呢 给大家讲一个个人深切的一个领悟 就是呢 修缠在 其实对于残文啊 看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 但是这一次呢 进入交警超过100%系列的话呢 每一个可视之前 还是会认真的 足字足句的 会复读一遍两遍 或者是 或者是没读 然后的话呢 争取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分享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在最初学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深切的一个对我来讲 改变比较大的一种思维的转变 什么转变呢 就是真真正正拿一部分资金 或者拿一部分仓位 真真正正严格的去按照程序化的一个方式 去把握机会点 什么意思呢 找一类买点 虽然说呢 对于一类买点 而言 或者二类买点 他又清晰的一个定位 那么就找一类买点 二类买点 如果说呢 对应来转折了 或者失败了 退出转折的失败来退出 成功了 我就按照他讲到的 就是按照 产生文章中表达的这种卖点的程序 这是一个本级别来讲 卖点的一个程序 然后呢 降低级别 把握短插的一个视角 这样去应对 这样去练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前面呢 有一位粉丝留言说呢 五军 咱们讲到三线操盘的时候 五军 十三军 上传一百四十年 形成拐点 拐点之后找买点 这点我记住了 我知道了 但是有的个国走得非常好 五军 军演都都排列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 距离买点 已经有好大的距离了 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买呢 应该是什么方法买呢 这就是一种什么呢 一种没有程序的一种概念 没有按照这种 最初 就是最原始的 这样的买卖点的一个视角 来去把握 所以说呢 总是在 其实绝大部分人 要么在高位站岗 要么在半山腰上 操地操在半山腰上 要么就属于什么呢 属于阶段性的最高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第一个 就是有 你只有说 起行动念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时候 就是发生 一定要 就是按下决心 一定要 一定要做成什么事情 或者是按照一定的经历 一定的资金 一定的代价 然而练习一个方法 日积月累 你才能够真正对这个方法 它的魅力产生 产生 深刻的理解 例如说呢 像中国旅业也好 中国旅业 那么当前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有没有出现买点呢 从10块2毛2以来 它有没有出现过买点 没有 为什么呢 一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按照中小资金 买卖程序来讲 它不合买入模型 买入模型下跌 盘整加下跌 而且这个下跌 是有这样的被词的 那么反过来的话呢 上涨 盘整加上涨 内部这个位置有被词 这就是一类卖点 这就是标准的卖点嘛 这个位置呢 是买点 买点后面呢 都有两种情况 涨 活力 然后呢 就跟找卖点 等卖点 出现 第一级列的话呢 就短差 如果说出现震 先离场 不用去等 不用去耗 如此而已 那么同样的 在上面 你不能在各个站上去追 好 那么这种军队 它没有出现这种买点模型 那么同时的话呢 用 再接着于军线的一个 视角来去结合军 结合军线 军线的话呢 这么这个位置 它还没有呈现什么 没有呈现这样的一个 如果说五军和十军 形成一次斯文 就这样 所有的转折 基本上来自于斯文 像这呢 以后再用的这种情况 最起码要等待一个斯文的出现 斯文转折分两类嘛 一类是说呢 发生斯文过之后 再来一个空洞陷阱 下跌 然后和前面发生明显的被磁 然后走上去 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斯文过之后 反复残绕 反复残绕过之后呢 没有给出空 被磁式下跌 而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反弹 那么利用什么 利用女三位之后的第一次缠绕 所形成的结尾点去把握 或者是去应对 或者去把握新的一个结尾点 来去看待 而不是 就那买点一定是按照方法的 按照条件的 没有出发这种条件不去买 那么的很多 很多不必要的亏损 就能够规避掉 好 这是中国 履业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那么对应的 后面最起码你要等待一次斯文发生之后 才值得去关注它 如果说连斯文都没有发生过 像这种情况还属于空头排列当中 熊市不言抵制的就这样的 而且它的上涨有多么凶 多么能猛烈 第一弹下跌的时候呢 这种陷阱式的上涨加下跌 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应对 没有退出的机制 其实很多时候呢 赚钱你不是 你并不是按照 你并不是按照什么的 按照相应的方法 例如说呢 从相应的低点一路跟随上来 但是呢 一旦亏要涨了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涨的时候呢 不管是侥幸也好 还是说是追高也好 即便赚钱了 可能赚的是小钱 赚的是阶段性的 它其实一个翻一倍翻两倍翻三倍的 已经有这种一倍两倍三倍的涨幅了 你可能只是在某一个节点追到进去 即便呢顺势的说 可能只是赚了七八个点 十几个点 如果说没有跑得不够快的话呢 一旦调整连本带利的亏进去 好 这是中国履业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一圈 列出像云驴股份 我们来看 云驴股份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对应的也是大同小异的 这个大同小异是什么呢 前面上涨非常凶猛 而且的话呢 也没有明显的背驰 并没有明显的背驰 没有明显的背驰的话呢 那么一旦转为下跌 下跌的话非常之凶猛 非常凶猛的话呢 那么进入了南商位之后 第一次 稳 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存稳 然后呢 继续向下 继续向下的话呢 当前来看呢 最起码要等待一次 等待一次斯文之后 才只是值得观察而已 而不是说斯文 它就后面就一定能涨了 而是呢 按照转折的两种方式 它符合什么级别的买点 就把握 不符合买点的话呢 就等待嘛 或者是去观察嘛 而且呢 如果说 从经验的一个 视角来讲 那么短期翻倍之后 或者其中上涨过之后 那么呢 越往上 要么仓越轻 要么的话呢 如果说平台向上 直接进入主升 那么可放弃 那么用 用均线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降以级别 例如说用60分钟 来去看待 好 那么呢 用30分钟来去看待 其实是60分钟 还是30分钟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实际需要 或者是什么图形 让你看得更加清晰 例如说在这个位置 30分钟 顶背离多么明显 那么 降以级别 出现这样的一个顶背 出现这样的背驰 出现这样的顶背离 一定要及时的向仓位 后面如果破位的话呢 你才能够跑得掉 很多人就属于什么 你如果说买点本身的把握都不是特别好 然后出现 出现 第一级别的转转点 没有应对 然后一根大银线 或两根大银下来 直接亏了十几个点 后面的话就来不及应对了 或者说呢 随着矫形的心理 一旦出现那种极端上涨 下下跌 而且这个下跌比较急切 上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明显的背驰 这就很多人被就是更容易被套的一个原因所在 好 这是云里股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像生活股份的一个技术表达 生活股份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对应的 他就属于 而这这一支购股的话呢 对应了他的做法呢 还是存在一定的 就上涨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背驰关系啊 就这个位置 好 对应了 上涨 后面的上涨就是缠绕过之后 或者斯文过之后 出现上涨和前面 对比来讲 他还是存在一定的背驰的一个关系 用均线的一个世界来去看待 如果说你用分钟图看的话呢 会更加的清晰而已 好 那么用分钟的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看了会更加的清晰 存在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顶背 背驰嘛 背驰过之后 我们来看上涨加下跌 这个下跌的话呢 就属于这种奇数的这种下跌 这种下跌的话呢 甚至 如果说你没有及早的去应对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利用第一级别出现这样的一个风险点去减 第二的话呢 是属于出现 尤其是经过一大波上涨过之后 轰轰烈烈上涨过之后 出现有女伤位 转化于男伤位 在那几点 即时的离场没有这样的去应对 后面呢 连续的急速的调整 很容易没杀 而且呢 赚的时候呢 你可能未必能够一拨下来 无味囊囊的 可能只是中途杀进去的 中途杀进去的 中途杀进去的 甚至追高追进去的 但是一旦下跌的时候呢 就是深亏 血亏 惨亏 这样的话就属于什么 就属于 吃肉的时候 没有自己 刀子的时候 一次都没 都没跑到过 好 这生活股份 就是上涨下下跌 陷阱式的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说 所有的买点 它是在什么呢 在下跌当中去找呢 真的下跌不是说盲目的 例如说在这个位置下跌 我能不能买 在这个位置下跌能不能买 在这个位置下跌能不能买 在这个位置能不能买 它要有 它有严格的一个标准 接受呢 蚕食在2006年 07年的时候 给了这样的一个标准 而我们作为蚕食的 就是作为血产的 同道中 或者是感兴趣的 就是我们一起 作为这样的一个修行也好 接受有这样的标准 我们先去什么 先试着去 一要理解 这样的标准 就是买 所谓买入的买点 卖点 所谓这样的一个条件 先去理解 再理解 就是不理解的话呢 也没关系 但是呢 先尝试着去理解 去知道它的标准是什么 先能够识别 在识别的过程当中 然后呢 通过什么 通过长时间的练习 去在实战当中 在练习当中 在实践当中 加深理解和感悟 好 为什么它这里面讲到 就属于什么呢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已经不是找买点的 而是找卖点的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找买点 但是不是任何的下跌 都是找卖点 而是呢 为什么说它给的模型 是属于前面有一个下跌结构呢 中间有一个盘整呢 盘整之后再有下跌结构呢 在第二个下跌结构呢 找背驰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二三 它已经空方的力量 得到非常非常充分的释放 得到充分的释放过之后 存在这种被子关系 如果说 这只是从技术本身的这个视角来就观察的 那么技术之外呢 技术之外 如果说业绩有支撑 然后的话呢 整个行业 或者整个大盘的环境 是有名 有开始转好了 或者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 就是呢 不管是比较的角度 还是基因面的角度 有配合 这些个技术本身 就把它这种特征 那么把它做一个买点模型 买点模型的话呢 对应的 它如果说后面 哎 向上 它给的一个第一个参考的一个节点 如果说背驰引发的 那么它大概的会 到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盘整的区间之内 这是一个第一的 第一个参考的一个目标的节点嘛 就参考的这样的结构 如果后面的话呢 不断走向 不断走向 你可以举根 好 而且呢 用第一级别 甚至把握卖点 或者做短插的一个视角 但是灵活的一个应对 如果后面这个位置 没有上涨 而是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盘整 盘整的话呢 或有盈利 或没有盈利 但是及时的退出 不不惧 去堵它 一旦经历这样的一个盘整 后面的话呢 盘整之后 上涨或者下跌 一旦出现再一次下跌了 规避这样的风险 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的话呢 我连盘整都不经历 这是有这样的深层次的逻辑的 好 那么呢 这是咱们讲的内容 那么咱们再用一分钟来回 来回顾一下 一些产文的经典 介入这样的行情 介入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追 不管是作为反面案例也好 还是作为这种上涨和下跌 这样陷阱式的也好 最起码呢 一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尤其是短期经过极度上涨的 个股不要去追 第二的话呢 高高再上的个股刚刚出现这种调整 不要着急去抄底 第三的话呢 一旦破位不要去死扛 那么我们来看 好 资本市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不要动不动就一定 就100% 就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什么是值得放手一搏 孤入一智的 机会并不是稀少 而是呢 机会很多 但是这一段的话呢 这是个人的一种感悟 也是呢 做出一个 我觉得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市场上 下面呢 1234 下面呢 是蚕食的原文当中的节选 市场上 不是每一笔钱 都适合任何人去赚的 面对市场的机会 少点贪嗔吃 慢移 认清自己的能力 这笔什么都重要 那么为什么说 从经验的一个视角来讲 一旦平台商场直接进入翻倍之后 后面的增长是可放弃的呢 其实这个节点对于绝大部分散户来讲 风险更大了一点 你如果说稍有不慎 退出机制不是特别的清晰 不是特别的严格 不是特别的敏感 赚钱 赚钱赚的是侥幸的钱 一旦亏的话呢 可能就会高位沾岗 好 股票从来不是股票 而是你的贪 撑 吃 慢 移 没有任何的失败 相关于股票 而 只关于 你的贪 撑 吃 慢 移 股票不过是一个幌子 一个道具 好 市场的声音永远是当下的 任何人 无论前面 有多么的辉煌 好 那么一旦 好 不管你前面有多么回眩 在当下的市场中 什么都不是 只要有一刻 被贪婪和恐惧阻碍了 对市场的倾听 那么 这人就走入鬼门关 除非 此人能猛醒 否则的话呢 等待的只有死亡 第一说呢 过去的成功不代表当下和未来能成功 你过去交易做的再好 你只要有一刻松懈 有一刻的 没有对 没有与时俱进 没有立足于当下 没有倾听市场 都有可能会犯大错误 或者犯低的错误 但是呢 如果说过去一路惨败至今 如果说你没有重大的改变 重大的变革 从思想上 从方法上 从习惯上 没有出现大的改变 那么未来一定看不到 光明看不到希望的 那么呢 就所谓痛改 权威 不痛不足以改权威 那么只有 就说过去做的不成功 那么你中的某些节点 发生 深刻的转变 后面的话呢 才有可能 改变 未来才能够得以改变 或得以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更多的话呢 是对于 例如说像陷阱是上涨和下跌 有非常深刻的 更加深刻的一个体会 这样的话呢 就属于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对于上涨 盘涨 再往上 这个内部 一旦有被磁 一定要找卖点 如果说呢 当下没被磁 但整体的这种涨幅非常剧烈了 从次级别 一旦出现被磁 也要找卖点 或者是也要降 其实降仓位 好 那么一旦 这种这种视觉的话呢 一定不能去追 就是充分的认识 而且的话呢 形成 警钟 后面的话呢 才能够规避这样的风险 一定要深刻的 就是理解越深刻 然后呢 习惯 形成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 规避未来的这样的风险 所以说呢 投资市不是一天的事情 而是呢 长时间的事情 所以说呢 日常的功课很重要 跟行情好坏没关系 其实有的贵 行情好的时候呢 很飘 感觉到自己特别了不起 然后的话呢 着急于赚钱 着急于扩大盈利 行情不好的时候呢 又特别的悲观 又特别的 把自己否定了 一无是处 甚至说呢 特别悲悯 然而也没有 也不能击下心来去学习 或者学习的话 也难以坚持 其实呢 很多时候 功夫在于 在于平常 在于时时刻刻的 好 这是咱们讲的那种 喜欢的朋友 就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 留言点赞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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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